花东地区音乐丰富多元 而且喜爱音乐的民众更是不在少数 为了让花东两地能够互相交流观摩的机会 台东生活美学馆从9月底开始的周休假日 就在花莲市文创园区举办了 花东多元音乐交流展的活动 而最终场次是由台东原住民金曲歌手王洪恩 以及花莲的客家创作才女徐世慧共同表演 也让来到文创的游客嗨翻了 直呼赚到了 台东生活美学馆为期六年的 花东多元音乐福祉计划 今年是迈入了第五年 而为了让前四年所福祉的 优质歌谣表演团队和音乐创作人才 有表演交流的机会 台东生活美学馆特别举办了 花东多元音乐交流展演活动 从9月底开始的周休假日 在花莲市的文创园区来举办 多元音乐福祉计划的六年计划当中 到今年是执行第五年 那今年特别就是说 就是把过去我们多元音乐福祉计划 里面的一些团体 然后把它结合起来 让这些我们过去这几年 培育出来的音乐人才 然后有机会可以在我们的文创园区里面 加连客家创作才女徐世慧共同演出 舞台上的热力也让来到文创的游客不分族群 大家一同手牵手 跳舞歌唱是嗨番的现场 我唱一句你们唱一句来 哦海呀 哦海呀 那如啊 那如啊 哎呦不错哦 哦海呀 哦海呀 那如啊 那如啊 哎呦 花东多元音乐福祉计划五年下来 已经福祉了花东地区多个表演团体以及个人 明年将会迈入第六年 台东生活美学馆 希望借由福祉优质歌谣表演团队和音乐创作人才 让各族群有互相了解交流的机会 也让东部的音乐逐渐的发光发热 记者刘明胜花铃市报道